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我们的音乐也好 或者是优的身体的风格 在剧场里面结合 平常我的作品的展现 都是在比如说 美术馆或者是画廊 这样子的一个平面的展现 可是这一次呢 是能够在一个动态的结合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新奇 而且我觉得看得蛮感动的 音乐 会看到一个全性的形式 用画柱以及跟剧场的元素 音乐 动作等等 做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那观众会在这样的作品当中 他感受到一个 即使空灵 又是一个饱满的一个状况 就像这个作品一样 墨具五色 一个彩排的时候 听到那个刘老师他说 他希望阿丹师傅 他用他整个身体去感受 那个画的流动 那我说 我的服装 也要用整件服装 去感受那个画的流动 也就是呼应了 那个熟灵姐 他说整个交融的 那个意境 说一遍 说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